江泽民布下黄菊的一种死因揭秘图 江泽民心腹 前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黄菊 2007年却逝 至今已有11年官方始终未报道黄菊的真实死因 多维往日前披露 黄菊是因为一线出了问题 导致死亡 2007年6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 中共国务院前副总理黄菊病死 中年69岁官方称 因病医治无效在京市是但因什么病而死却无从而知黄菊 被认为是中共上海报代表人物 是江泽民的头马黄 2002年成为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在上海官场 黄菊家人负面消息极多有消息指 其实黄菊在去世前已经被当局进行调查 但当局最终未对其采取措施而让他自然消失 外界将针对涉及重大贪腐案件的中共高级官员采取低调 处理方式称为黄菊模式 多维网6月23日引述报道称黄菊患的是一线癌 黄菊病死三天之后现任何以退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北京八宝山公墓送别黄菊 其中就有江泽民黄菊也是江泽民的老部下 因为在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 黄菊一直是他的副首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有消息称2006年黄菊因为牵扯到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案而被调查 不过由于当时他被诊断出患有一线癌 因此中共当局就对其减少了曝光度最终黄菊 菊未等到陈良宇宣判便已不致病死 当时外界盛传黄菊将面临整肃 他在上海汤官场集体贪污案 腐败案社保案等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去世 有人说他死的其实不管有无问题 是否比陈良宇更严重都不会再追究了 但海外观察网于2007年8月发表的文章称 据北京消息灵通人士透露 黄菊并非死于中共对外声称的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而是被江泽民所逼安乐死种种消息扑朔迷离 2005年12月 黄菊赴上海参加扬山港开港庆典 回北京不久突然病重住院 2016年4月1日 他的基要秘书马洪 在中国大陆媒体新名晚报 撰文称 我当时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在上海时他还对我说 2004年到格尔木青藏铁路建设工地 为恩干部职工时在海拔3800米的工地上 他走到工人们当中和工人们握手说话 并没感到有什么高原反应 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很是满意怎么说病就病了呢 值得一提的是 黄菊曾于2006年10月返回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治疗次个多月 2016年6月5日上海市委前副书记 刘云庚在新名晚报专门披露那段时间黄菊病情相对稳定 虽然感到疲惫衰弱时有瘾痛但他仍不断工作 多次在上海西郊宾馆接待中外来宾甚至往返北京参加会议 2006年2月22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黄菊于2006年1月下旬后因患上一线癌而入院治疗 时任中共全国政协发言人的吴建民证实黄菊入院 但并未说明其所患是核疾病 2006年6月5日黄菊在中国科学院第13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8次院士大会上 再次露面但至11月在上海会见已任志刚为团长的香港银行工会访问团 2007年3月7日他脸盖病容出席中共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会议 这是他最近一次的公开露面 不过多维网还只获视外界报道把一线炎误传为一线癌 据悉就普通的一线炎也能致命当病急临床上出现腹痛 腹胀 恶心 呕吐 发热等症状 如果是急性一线炎的出血患死刑病情严重死亡率高 有观察人士指出结合黄菊死前的种种表现 这或许是他的真实死因 但此消息并未得到官方的验证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